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外邦为什么争闹 对于这个问题 在诗篇里立刻给我们答案 这都是因为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 陈仔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告者 主 世上的政权 他们彼此间的敌意 无论是如何猛烈和厉害 但他们内心却联合一致 在一个共同的目的 那就是抵挡你的统治 因为这世界的王撒旦总是操纵着 煽动着这一切 世上的各种政权竭力挣扎 想要完全脱离基督律法 所加在他们身上的制裁和判决 当人们不要仁爱 不要谦卑 不要真理 他们喊着说 让我们睁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因此你笑了 因为你所建立的君王在西安的圣山上了 早期教会对于基督的主权和统治权 已经有非常透彻的了解 而今天我们的处境 更需要记得这一件明确的事实 那就是 主 你独一无二的主权和统治权 或者在不久将来 也许在我们今生的年日里 你就要用铁杖来牧养别国 我们的工作和本分 就是要劝告世人 勿要醒悟 做聪明人 并且要完全 信靠你 祷告 奉祝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奉祝耶稣基督的圣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